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盒子机晶悟空 今天这个视频算是一个QA小视频 前不久有老铁给我发邮件 问我支度的Z9X是如何刷这个谷歌框架的 他实际上想问的问题就是原生YouTube如何正常的登录 然后谷歌Play是怎么使用的 面对这个问题 我一开始想法是按照神盾那一套 就是当年2017那一套 直接把一键安装谷歌框架这一套 直接搬过去 但是我发现在支度的Z9X上是不能用的 因为支度这一版本它是安卓9.0的 所以用之前的一些谷歌框架肯定是不好用的 但是我又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谷歌框架 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滞后到现在 直到最近我发现支度的官网推出了海外版的固件 通过升级海外版的固件就可以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官方的YouTube可以直接进行登录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Google Play可以正常的下载和运作了 你可以非常自由的在Google Play里 直接下载你想要的应用 当然这里面Google Play也并非是TV版本的 是一个手机版本的 但是我想有手机版本也是非常的自由 你可以下载很多你想要的应用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我就带领大家一起体验一下 海外版的固件 以及中途我遇到的哪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 好首先我们去支度的官网站去下载它海外版的固件 这个就是它具体的地址 这上面有三款机型 分别是支度的Z9X Z10 Pro以及Z1000 Pro 我们这次是升级的Z9X 所以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我的国网盘找到一个备份的版本 如果这个版本不存在了 你可以直接在我的国网盘下载 或者如果你是一个国内的用户无法访问我的谷歌网盘 你也可以去我的Github直接下载转存的版本 或者是地址 之所以在这里面存的一个地址 是因为我的百度网盘经常会出现这种状况 当然了我并没有分享什么非常敏感的资源 有的时候它也会把文件的索引删掉 其实它并不是把文件删掉 而是把索引删掉 这导致我的很多观众跟我抱怨说这个东西没有了 就非常的尴尬 所以这次我就学聪明了 直接在这上面就发布一个备用的地址 所以大家直接在这上面去下载就可以了 这个地址也比较短 我已经把它存起来了 这上面我也不会乱用的 只是存放一些非常小的文件 好 说多了 我们现在开始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 这边我已经下载好了 下载完之后 我们把它拷贝到U盘当中 好 OK 现在拔下U盘 我们把U盘插到支度的机器上 好 开机之后我们选择系统升级 然后这边选择本地升级 选择我们的U盘 最下面这个升级包就是今天升级的版本 当然了这个版本是45的版本 而我们今天说的是46的版本 因为我录视频的时候比较早 大家不用介意这个点 因为我给大家提供的都是最新的版本 大家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OK 它会有一个复制的过程 好了 它已经复制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点击升级按钮 好 那现在已经升级完毕 我们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版本 OK 那现在已经是海外版的固件了 好 那这次呢 就已经有了Google Play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登录一下 我们登录一下 这边提示我此设备未经play保护认证 还是出现这个标志 看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们回到主页 找到右侧的快捷设置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选择最右侧的其他设置 然后将菜单拉到最底部 点击关于 好 此时呢 我们记下 JSFID 最好拍个照片 然后我们把遥控器切换到飞鼠模式 或者干脆接一个鼠标 好 此时呢 我们点击这个JSFID 就会进入到一个网页 好 那这个网址大家可以记下了 其实也可以在电脑操作 可能电脑操作更加简单一些 好 我们点击下方的进行人机身份验证 我们在上方的输入谷歌框架的ID 就是那个JSFID 好 那我们手动输入一下 注意这里边的串号 千万不要打错 OK 点击下方的注册 OK 那已经注册了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主页 还是打开Google Play 再试一次 我们重新登录一下 还是核对信息 怎么还提示这个呢 那遇到这种问题呢 我们最好重启一下机器 好 那我们去重启 好 那重启之后我们再试一下 找到Google Play 点击登录 正在核对信息 Bingo 那这次就可以了 看到没 我们输入邮箱地址 我同意 好 点击更多 接受 OK 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成功的进到Google Play了 这样 大家就可以在Google Play里面 自由的下载了 官方Google Play 它的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虽然是一个手机版本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够用了 好 接下来我们打开谷歌的亲儿子 原生油管 打开之后 我们点击左侧的登录按钮 点击登录 它会提示你一个列表 我们选择我自己的邮箱 然后点击右侧的确定按钮 诶 似乎没有反应 是不是我按的太快了 好吧 要不然我们再试一次 点击登录 点击右侧的确定 依然不行 我想起来 可能是我这个版本比较老 那这样吧 我先去APK MIRROR下载 一个最新的版本 再给大家验证 好 那目前呢 我已经把油管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我们再打开试一下 好 点击左侧的登录按钮 点击登录 同样的 还是选择列表中的我的邮箱 点击确定 OK 点击五空的日常 OK 这次终于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呢 我是一个登录的状态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版本号吧 这个APK呢 我也会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 好 那目前应用的版本是2.11.08 还是比较新的一个版本 OK 大功告成 那网友提出的问题 今天就算解决了 所以呢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边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 转发 投币 分享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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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